scent 好的 小心 感到有一次 謝謝你們聽得到經理僕所說 是不是 wollen 全部完全就冒冒 怪不得知剛剛的樣子 但都是為了 嗨 各位Mike 今天行程來到第五天 仍然在曼谷 今天早上都是很平淡的 在酒店吃了一個很簡單的酒店早餐 之後就做一下健身 休息一會之後 我們現在就等着Grab Car 出發去一間高級 高級少少的 法國餐廳那裡 吃一個好少少的午餐 在曼谷等Grab Car 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譬如你等着那輛車的車牌號 是1234 但是你在等着的時候 可能你會見到1235 或者1233 在你旁邊經過 就算在巴提咬 也有同一個狀況出現 就是你會見到很多 和你想要駕車的車牌號 很近的車出現 發生了幾時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曼谷是陰天兼車行的 但非常之好 因為沒那麼熱 我們今天來到 Central Embassy的商場 這個商場是比較高級少少的 所以我也不敢這樣 所以穿這個 背心短褲拖鞋 所以就 gear up 穿了這個襯衣 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了 這裡就是Water Library 我們來到一間 叫做Water Library的餐廳 那本之二 中文名叫做水的圖書館 所以這裡有很多不同款的水 我們點了這瓶 這瓶是來自發國的 其實我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如果它有點不費錢的水 其實我是很樂意的 但是 這瓶叫Water Library 所以應該要點些 我沒見過的水才對的 好 我們在香港下午吃 點了什麼 由於我們有兩個人 所以就點了一個 標準的Four Course的 Lunch Set 還有點了兩個 散崖的菜 這樣就可以 試多些不同的食物 如果你來這裡吃飯 想拍照 拍片更漂亮 記得要 早點打電話來訂位 因為這裡的Lunch是比上一宗富豪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訂位 只可以坐這些桌子 甚至是外面的霸台 所以先訂位 餐前的麵包剛剛到了 它有個黑松露的牛油 還有旁邊一個正常的牛油 其實我吃過的 不過它這個包是跟上次不同的 上次是一個類似muffin的包 這次這個就換了一個 我都不吃的 好吃的 因為這間餐廳比較高級 所以我不是很夠膽 拿一個Selfie Steak 這樣凍在桌子上 好像很醜 所以我最低調一點 把相機放進去 我給大家張開 我先試一口龍蝦湯 我自己在香港 真的終於叫過一個超過一百元的湯 很好吃 那個味道呢 我認得比較貼切 就是好像吃龍蝦薯片 一大袋龍蝦薯片的調味粉 融入一些湯裡面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它不是很濃的 但是很濃的 我們看看綠蝦肉 這些不知道是甚麼蝦糕 沒有蝦糕 不是綠蝦肉 然後我們就吃一下這個 普通午餐餐 有一個沙律 它有一個薯餅 薯餅後面就有濃濃的番茄醬 這個薯餅很棒 它不是那種麥當勞的 就是薯粒的 它真的是薯肉 它炸出來的脆的表面其實很薄 裡面也是很綿 一點都不油膩 再看看菜 雖然都是很普通的沙律菜 和加點醬汁 不過它是真的有控制過所有味道的 配搭的 很柔和的一個醬汁 果然是高級餐廳 每一道菜都會幫你換刀叉 和會幫你擦一擦一擦一擦 這道菜我很記得它的名字 它叫做Hazel Nut的泡泡 再加這個意大利的雲吞 這個是Lunch Menu裡面有的食材 雲吞裡面也挺鹹的 外面的泡泡真的有少少少Hazel Nut味 我沒試過吃鹹的Hazel Nut 因為Hazel Nut多數都是便宜 在我的世界裡面 我們嘗嘗這個Lunch Menu裡面的豬扒 不是很軟的 不過是有彈性和很細滑的味道 很香、鹹燒的味道 當然 我覺得我很炸 只會說好味之外 什麼都說不到 這個是Ming Menu裡面才有的菜式 慢煮了72個小時 然後再煮脆皮的一個醬汁 這肉很軟的 剛才你看我切的 好像很用力的 但是入口就化開了 還化過脆皮 你這樣看好像很有纖維 切下去都覺得好像很脆 但是 我吃到口就化開了 由於它的散銀的甜品 是差不多要100元港幣 一款的 所以我就吃我朋友的 Sat Menu的甜品 大家都看到 是一個模糊造型 咦? 它雪糕下面是有塊東西的 好,我們先吃了雪糕 上下都是Bronny 中間就夾著這個雪糕 好吃 我上次來這裡吃 我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又到了每一餐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甜品 這是一個類似朱古力 煮飯 還是奶凍的 上面有些泡菇 還有士多菇 然後還有一塊脆脆 朱古力 Toman的奶味 超好吃 而且它的醬汁好像 很滑 味道有點不同 它有一點 它多了一陣子 不知道加了什麼 我也吃不出 我也吃不出 我覺得上次的甜品 精彩過這個 很好 這個很美味 吃完午餐之後 現在再上一層去一個 現在每個人都會去打卡的 Open House 由於已經吃飽飽了 所以去看看吧 這裏叫Open House 真的很好吃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開放吃的 你看看 餐廳與餐廳之間 是沒有什麼場隔著的 這個空間感真的非常好 很闊 很開揚 很光亮 這裏真的很好吃 下次來Banggok 我都會來這裏坐一下 這裏簡直是把室內的自然 拔進入室內 好,不如我講一下 對這個Water Library 真正的感受吧 其實它的定位 在曼谷來說 都算是一個 快餐廳的地方 當然這個午餐 Sed Manual的價位 大概是300元港幣 你就不要將它跟Ember 那些去給人 是不能給的 因為價錢都不同 就是就著這個價錢 其實它已經是非常好 去Central World找店 簡直是消磨意志的一件事 我想去攤那裏買兩袋 番茄和賣接香菌油 我到二樓找了很久才找到 我常常覺得 萬福室是較嚴重的 剛才我見到 這裏有些船底 人們應該在這裏下去 樓邊有些突快的停車 我一直都很想試試 因為我經常看到 很多外國的Travel YouTube 都會為我搭這些船 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 不好意思 那邊的黑雲超級厲害 我們來到這間食堂 冬蔭公奶尿蝦麵的專門店 我見到在試驗中間那裏 都開了一間店 不過這間應該是元祖老店 總之是有這間C 我覺得有點奇怪 大部分吃幾個人都是遊客 他很適合懶人吃 因為他的懶人已經剝殼 另外他的冬蔭公湯 他屬於Creamy那一款 這個Creamy的冬蔭公湯 其實是一個 應該在泰國是一個比較新的Travel 有些年輕人會喜歡吃什麼 我們來試試這個麵 很美味 是很香濃的 很濃味的 有酸有兩味 他的湯基本上是一個汁 已經掛滿了麵 所以全面都加起來 所以不需要用一根根 去拌勻湯 已經有所有滋味在這裏 嗯 我覺得這間是其中一間 在Bancourt是一定用來吃的 好 接著我們來試試他這個 香蒜炒奶尿蝦 都是一個剝殼 已經是 太好了 是好吃的 不過如果是香港的 避風糖奶尿蝦 香港會贏他的 不過他贏的地方就是沒有喝 接著吃一個 經常都吃到的 公蒜蘭 這個公蒜蘭 超多辣椒 他會輸給巴提亞 夢亞萊 生蝦的人 但都OK 我們再挑戰了 泰籍奶茶 但是沒有巴提亞 那麼好喝 是巴提亞的一半水準都沒有 我喝到一滴湯 廣東話吃這個麵 實在太好吃了 你們來就不要錯過這個麵 即是不要叫清湯 不要叫其他 都喝了 這個Grab Card 剛剛發生了一樣 很麻煩的事 看到這裏嗎 看到這裏嗎 寫著No Cash 然後譬如我想預訂車 他叫我 要設定一些付款 原因是他說我減退太多 話說我減退過三次預訂 其實原因是因為司機 接你的訂單的時候 他的車不一定是可以的 反正第三次的取消原因 是因為那個人要我等25分鐘 誰知道 如果你想去那間東蔭公里的蝦麵 就去這個站 在這個站之後 應該走五分鐘左右 應該會到的 本來有計劃過去火車也是的 但是因為天氣不切預期 所以唯有去Terminal 21 找奶茶入 看效果不可以尋回這個 美味泰式奶茶的味道 我找到一間手錶和泰式奶茶 就是Terminal 21的超級市場外 不敢是唯一一袋排場用的 我們剛剛問了一個泰國的姐姐 這個叫做茶 我剛剛問了一個身後的美女 要用泰文去點 我會示範一次 茶凍爺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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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女士 各位女士 DOTS 喝的Cold Trash Juice 其實她也不便宜的 她一瓶大的Green Juice 應該大概500毫升 她也要賣220泰銖 但因為我剛剛已經喝了泰式木茶 所以我就買這個小蜜草汁的Shop來試一試 就是30毫升No.39 應該是沒有客氣的 科研的味道 因為我的腸胃和皮膚一向都不好 所以我看到這些可以排毒的東西 我就會很興奮 好了 Cheers! Welcome up! Marsal Toc 希望明天起床的暗瘡會被射光 Lun Sang 哲學的熟知 Nian